不會 總是我有多費 就莫名其他多錢 好 OK 來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熱呢 比熱的問題 好 比熱的問題應該大家都會處理吧 因為它就是一個 都浮起來了 都浮起來了 21度也浮起來 27度也浮起來 這個才真的小 現在有27度 有可能 沒有 剛剛在那邊烤 在那邊烤了一階克 這個顏色 它會白沒有那麼快 而且它有時候 來 我們看一下 一杯水 是100克的水 它是10度C 另外一杯水 是200克 水 平得住起來 平得住起來 它上面如果氣泡 就會影響到它的 它表面如果氣泡的話 會影響到它的結果 200克的水是20度C 沒關係 請問它滾了之後 溫度會到幾度 滾了之後 16.6 16.6 同不同意 同不同意 對啊 閉嘴 你是幹嘛 你是手機以為用的感覺 怎麼算 嗯... 怎麼算 用看 用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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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水這樣比較簡單 簡單來講 像這樣子 假裝的平衡度是X度 可以嗎 它上升幾度 這邊水上升幾度 6.66666 不是 它上升的X-10度 它平衡度 我們要用標準算法 不要用觀察法 觀察法不是一個標準數據的算法 我等一下說一個 你觀察不了的好不好 好啊 我還沒有失敗過 真的 超爽的 我們先給它下一個題目 假設這不是水 假設這是酒精 它的比率是0.8 請用觀察法 然後它討論不是酒精 討論是水的部分 水 好 水 它上升到X度C 所以請用這100克的水 因為雖然混在一起之後 它變成300克的水 是不是 對 你是說兩個都是酒精嗎 沒有 只有這個是酒精 好 當然 不能用觀察法 所以我們要用一個正常 我們要用正常的說法 14嗎 你說酒精14這樣 不是 我不知道 我今天假設它是X-10度 不知道它平衡度幾度 對 不知道它平衡度幾度 我是說假設平衡度14度 我不知道 我現在就要算 它說16.6 剛剛 冠元說16.6 水 現在變酒精 所以我剛剛問你說 你是說酒精14度 不是 我都說混 混合酒精跟水混的 平衡度14度 嗯 14度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讓你算 我們要算一下 來 OK 所以我們看一下 假設我們上升溫度是X度 可不可以 同學 可以 可以 那它從10度上升X度 上升是幾度 X-10 它上升X-10度 對不對 那它 這樣子它會得到多少能量 不要再咬了 它會得到多少能量 能量 對 我們是講過 一克的水 使到現在一度C 會得到一卡 我還沒算 10卡 X-10卡 那是一克的水 那我們現在幾顆 100 我們有一百克的水 就是要乘到100 所以我們得到這麼多卡 是不是 這溫度 這些能量從哪邊來的 這能量從哪邊來的 從另外一杯來對不對 所以這杯一定有少掉一些能量 那少了能量跑過來對不對 那少了多少能量 X-X 乘到多少 成200 這兩個要相等 對不對 是不是要相等 對 為什麼要相等呢 因為它的能量跑過來差 那能量要相等 所以我們把它解開就可以 所以解開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100 X-1000 為什麼不先約 先約可以 約 好 所以我們是 X-10 等於 40 -2 X-10 對不對 好 翻過來 3X-10 等於什麼 50 對不對 所以X等於什麼 3分之 50 所以等於16.666 對不對 好 這沒問題吧 這是 對 應該是16.66 算出來 好 那算一下酒精 我們看一下 因為它現在換成酒精了 這200克不是水 酒精的比熱 0.8很重要 0.8的意思是什麼 酒精的比熱 0.8的意思是什麼 比熱0.8 我們剛剛講過比熱 什麼是比熱 對 水是標準 對 以水來標準 簡單來講 一克 對 一克的某物質 只要0.8卡 它可以上昇一度性 懂意思嗎 所以它也就是它上昇 它的溫度改變一度 它得到多少能量 或17多能量 得到0.8卡 好像你們已經知道 這邊上昇了X-10度C對不對 這邊的溫度 是從20降到X度 所以它溫度降了這麼多度 請問這邊少了多少能量 不是少 我算錯 再乘以0.8 是不是這邊要再乘以0.8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100克還是水 100克還是水 就這邊是0.8 不然的話就沒什麼好算 還是結構是一樣 所以我們算出來之後 再把這個乘過來 就這邊變成32 這邊是多少 -1.6X 對不對 15點多 對不對 所以這邊換數變成2.6X等於什麼 42 2.6X等於42 所以X等於2.6分之42 15點多 等多到 15點多 15點多 15點多嗎 我這邊算是15點多 不知道 好 來 你是用你的這個 我把算 那我就算一下 算了多少 26 425 16 18分之100 18分之100 42 除以2.6 等於16.15 16.15 16.15 對啊 1900算好像對 所以你要知道你哪裡錯了 要想一下 因為你不是用這個算法 因為這個算法算是一個標準算法 或者說你 其實這個理解很簡單 我們這樣子 同學理解上無困難 彩年也無困難 這邊得到的能量就這邊給 所以這邊得到的能量 我們就看它的質量 它的溫度改變量 還有筆熱的關係 這邊也是這樣 它的質量 溫度改變量 還有筆熱的關係 所以我們講這另外一個題目好了 來來來 我幫你 我們現在再給一個題目 我現在有一杯水 一杯水 這個水呢 有500克 溫度是20度C 這是一個鍋子 是銅做的 銅鍋 銅鍋 銅鍋是1公斤 1公斤的銅鍋 銅鍋呢 他們比的是0.09 好了 雖然他們不是0.9 他們講在0.9 好不好 比這個 沒關係啦 我現在丟個石頭進去 石頭 這是石頭火鍋 石頭是300克 石頭溫度是 200度C 石頭比的是0.7 石頭要怎麼變成200度 少啊 少啊 它會變成紅色的嗎 200度還不會變成紅色的 我只用變成紅色的 再更高 要更高 要更高 它應該不會變成紅色 它應該不會變成紅色吧 有點暗紅色 有點暗紅色 好 0.7 這是20度C 當然它隨著20度C 可以說同步也是20度C 因為它是平衡度 對不對 好 請看石頭丟進去之後 最後的平衡度是多少 假設不考慮膳食到空氣中 的熱的話 那請問它到最後的平衡度是多少 怎麼算 為什麼 我要熟悉觀察 鍋子也會比熱啊 鍋子也會吸熱不是嗎 是不是 吸 好 500克的水 500克的水 對 所以這樣 對 頭也要伸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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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course 它會感覺非常舒服 也不會 你就多一個條件 你看 0.7 所以最後就是X度 對 一樣假設一個X度 X度 那假設所有的溫度上升的 就得到能量 溫度下降的失去能量 那就把得到能量的 等於失去能量 就解決了 是不是這樣子 Right 這是穿出來會吐血的 不會啦 那這麼快就吐血 會不會是有出過 沒有沒有 我沒有配過 真的 那就是 是 不曉得太厲害了 血力的吧 OK 我們同學 2 1 1 2 1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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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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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2 2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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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開始煮熱湯 你可以在下面再給一個禍人 我就變更複雜了 不會啦 禍人不會複雜 因為禍人的題目很討厭 禍人你必須假設他禍的能量是多少 但是假設已經太高了 但是如果這題目我們應該可以另外再加一個東西 等一下就好 不要停 好不好 來吧 你說四三度的啊 對啊 四三也四七度 好 謝謝 喝 好 關鍵請問要加多少石頭他才會沸騰 要加多少顆石頭他才會沸騰 水 這一鍋水 這樣一鍋水啊 所以石頭每一個都是上哪一顆 每一個都是上哪一顆 請問要加幾顆石頭他才會沸騰 所以你試試把整個紅素晶的得到能量再加起來能不能等於 石頭石卷能量沒錯 石頭石頭石卷能量才能等於下面兩個得到能量啊 他是要湊數字喔 也不用湊數字才可以 是兩百 減來開始 減來開始 沒錯 然後再乘以三百所以你會沸騰 是的 因為 那最後是他抓也是 最後算得到什麼 那算得到 所以你怎麼說算成一千除以二十三 一千除以二三 不會啊 那是七百除以一 十六比一 他答案是會的 一千除以二十三是對的 是喔 對 為什麼 四十三點四十七啊 一千除以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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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跟我算得不一樣 四十三 四十三點四十七啊 對啊 一千除以四十三 二十三 所以二十三 四十三點四十七啊 我跟他 他拔還在一樣 欸 為什麼 喔 約的位置不一樣 對 耶 因為真的是算起來一模一樣 但是我是七百除以一六 一 四十三度而已喔 四十三有四七 好 算是四十三度這嗎 一六點 約的四十三 四十四 我是 先約一百啦 然後後面再 對啊先約一百 我還會把它 所以弄完結果應該是 如果你是約一百 應該是 會得到一個七百 除以十六點一嘛 對 那你一千除以二三 據剛剛說 欸 事實上結果是一樣 好那沒問題 那 所以接下來 請問要加幾個石頭 可以讓他配提 每個石頭都三百 為什麼我算七千除以一六一 那就是 那就是 你 因為他用七千 我七千除以一六一 四顆 就 不是啦 四顆啦 算數四顆 OK 三顆就快了 三顆就快了 四顆 然後二顆會超過滿盒 欸 我把我算的給你看一下 我看這個 好 這個呢 你看一下這邊 左邊這邊 這是 五百 五百是五百克的水嘛 乘上 x-20 對不對 加上一千 乘上 x-20 再乘上0.9 等於三百 乘上 200-x 乘上0.7 沒問題吧 那你約一百 對不對 現在這5x-100 加上 瓜糊 一百又要 10x-500 這邊還有乘0.9 沒有乘差 然後這一樣是 三乘二乘600 對不對 3x-30 這0.7還沒有乘三 所以再乘以第二次 5x-100 加9x-180 因為200乘0.9 就是180 對不對 六七四十二 所以是420 減掉 3乘上0.7 2.1 那把2.1移過去嘛 所以5x加9x加2.1 等於16.1 對不對 那這邊是420加上 這移過來 加280 所以700 所以700 除掉16.1 等於43.47 這樣比較醜 不會比較醜 反正 一樣啊 最後 一甩幾甩 所以你是先把 都約掉 就是 我先約掉一百 然後 16.1 就是5x 有沒有 這邊是0.9 就是3x 3x 3.7 -2.1 -2.1 過了變正 所以5加9加2.1 等於16.1 哦 對 他移動會變正了 嗯嗯嗯 找變 找變 OK 好 所以剛剛那個 冠宇 要不要講一下 你四顆石頭怎麼算的 四顆石頭 好 那個 那我就把那個 300後 後面加一個y 嗯 OK 好 然後去 那個時候 y會 對 這是一個做法 另外一個做法就是這樣子 你先假設它是x就是100 x就是100 那這邊呢 是這邊還在乘上y 可以 那我x已經沒有 對不對 這樣就可以直接解出y了 y一定是一個 一個小數點 一個小數點 小數點是5 然後再加1 然後再加1 那你算的是3.2 那就變4 懂我意思嗎 因為不可能有3.2個石頭嘛 所以變4 OK 3.1多 這樣懂我意思嗎 就最疼 Right 有問題 所以這個石頭火鍋 真的是把石頭丟到鍋 所以你沒有選擇 我不知道 我想像的 我印象中的石頭火鍋 是 鍋只是石頭 對啊 有一個故事 還沒像石鍋拌飯一樣 沒有 確實是有些 確實有些地方 他加熱是用石頭加碼丟進去的 做過 那會有一些特殊的味道 那有一個故事 他說 有一個流浪漢 他去到一個故事區 他跟人家要石子吃 但是沒有人家給他 所以他就吃石頭 沒有辦法 他後來想一個幫 他去跟一個 在市場去跟一個婦女說 你知道嗎 晚上我去旅行過很多地方 那我學到一種烹飪方法 很好 那我把這個 特別的配方帶來了 那如果你不願意的話 晚上 歡迎到晚餐來 我煮這個湯給你們喝 那每個人只要帶一種食物過來就可以了 每個人從家也帶一種食物過來 結果他就煮一鍋大湯 然後第一個人來 你帶什麼 帶蔥 蔥丟進去 你帶什麼 帶牛肉丟進去 你帶什麼 帶蒜頭 所以他把自己的東西丟進去 他第一人帶一個石頭 丟進去 這石頭是個美味的石頭 美味的石頭 呵呵 煮完之後 請搭他喝 哇 果然湯非常好喝 甚至是個炸太湯 那他只有只有那個石頭 那石頭是要沒有意義的 就是一個 就是石頭火鍋好不好 好聰明喔 好聰明喔 那是哪個那麼大鍋 啊就是 去借個大鍋子啊 這個 舞獸不是常常會有那個 打仗王就是有個頂 那頂是要煮 煮人的齁 蛤 不會啦 不會啦 主人 主人 那頂是幹嘛的 主人耶 主人啊 把人丟進去煮的啊 對 要把他殺掉啊 不然你們戰國村哥戰國的事情 那個頂是幹嘛用的 那是戌肉 那是戌吧 戌人 戌人 頂也可以吧 頂也是啊 他們是那個什麼 青石王都是把那個 還是誰 就把那個人丟進頂裡面一起煮 所以頂當然可以煮牛煮羊都可以 頂喔 然後會煮飯 所以才會說頂很重要 就是像天一樣 唸就一樣 好 那那個 那個 情趣上面 我們要是教授 但是他不是情趣啊 他就是煮東西啊 他就把他當肉吃掉 我昨天聽到那個 聽那個誰 沈春華 訪問那個 現在是最狂教授 最狂教授 李... 李錫坤啊 武衝 他 其實他最近做完網紅 但是他講的言論 我覺得還蠻能接受的 他其實蠻有趣的 他講說 其實在古代 就是古時候 他們一些 野蠻民族啊 這個就是原始部落 他們攻擊完 為什麼把對方吃掉 吃人煮嘛 以前就是人類學家 研究到這個 就覺得很可惜 這樣吃太殘忍了 可是你知道 就是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那時候 物質缺乏嘛 你很難獲得蛋白質啊 人就是一個 很好的蛋白質來源 而且他敵人啊 我打贏人 他就把他吃掉 把他幹嘛 浪費掉 就把他殺掉 丟在地上 就浪費了嘛 就把他吃掉 就普通蛋白質 好 那接下來 我們看一下 這是熱量 我們剛剛算的都是熱量 那熱量是讓我們可以轉換的 因為 事實上我們常常知道 熱量跟我們一般來講 物理學上做的功 我沒辦法做轉換 即卡 就像你車可以產生多少卡 那產生多少卡 可以跑多遠 不知道 所以我們要把它轉換成物理學上的定義 物理學上的定義 能量怎麼來的 能量怎麼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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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能量怎麼求 一人的M7平方 那是職能互換 那我們幹嘛不用到 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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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z F3 F4 F3 F3 F4 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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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本來就有一個動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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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次在坐右一個立,坐右段距離之後給你一個攻,對不對,會使他的能量怎麼樣 會使他能量提升,對不對 他從原來的E1的能量,變成E2的能量,能量提升了,他能量提升多少 提升了多少 他做的攻 我所做的攻,對不對 我所做的攻,譬如像他在物質的這邊,位這邊請問有不位能 有位能,對不對 我做的攻,把他提升到這邊 請問他能量有增加 能量增加,對不對 我做多少攻 高度差的位能差,對不對 他位能差就是我所做的攻 所以基本上能量手的意義是這樣的 我做的攻,沒有跑掉 就跑去位你了 可是有種能力不是這樣子 有種能力不是我們看他高速度知道 簡單來講 我這樣子摩擦 他位能增壓嗎 摩擦摩擦 他位能增壓嗎 沒有 我這樣子摩擦,位能增壓嗎 沒有 他的動能有增壓嗎 沒有 熱能 我走錯的攻,跑去哪裡 熱能 跑去熱能 所以科學會想說 誒 那會不會熱能跟動能跟胃能 事實上是甚麼種東西 他事實上可以轉換 熱力學 他事實上是 後面我們講的就是熱力學的範疇 科學家一開始他們是考慮說 正常的東西 就是 只要是 物質 他在越高溫的狀況下 他可以獲得 他自己本身攜帶的能量就越高 他攜帶的能量就越高 因為他溫度很高,他具有很高的熱能 就剛才我們講的石頭 他具有高熱能 所以他可以把水下熱 所以就是 好像是 他在一個高熱能 環境下這樣子跑 然後當他陷入到一個低溫的狀況下 他會變快 為什麼他變快 因為他不是 溫度 不會啊 假如他進到低溫的狀況 那能量應該是從高溫的地方傳遞出去 他並不會改變他的動能 動能他不會這樣改變 我們在熱能轉換之間 他不會改變他動能 所以 再來沒有理由 因為他沒有受力啊 他熱量轉換 本來是一個 的速度運動 對 然後從一個高溫的環境 然後進入一個低溫的環境 對 他應該會變快吧 高溫能變快 不會變快 因為他不是應該會流失嗎 不管他進入高溫或進入低溫 他都不會變快 不會變快 你想像啊 我們一個太空長在走一走 結果他遠離太陽的時候 他是要變快變慢 對 我們講說等速度運動 就是等速度運動 他不會因為環境的溫度改變 他改變他的速度 所以這個溫度會改變他的化學變化 因為你溫度給我的時候 不會讓我打出電子 我打出電子的時候 因為反作用力會增加我的速度 這有可能 但是不會說因為我溫度環境改變 是我的溫度跟著改變的時候 我的速度變快變慢 因為他沒有受到直接的力 他沒有受到直接的力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科技要怎麼做實驗 摩擦 對 他用摩擦 說對了 他是在教我實驗 教我實驗簡單講 他這樣做 他用這個軸 你看這邊是掉的嗎 他兩個物體 兩個物體掉下去的時候 他使這個物體做轉動 這個旋轉動 因為他就是這樣綁 他怎麼綁 他這個是簡化的圖 你不要去想像 他是不是綁的一樣 他就不會動了 他一定是綁 不能動 所以他在跟他掉 或者是兩個東西掉下去 兩個同時給力 也有可能 他怎麼綁不確定 但是他意思應該是類似這樣 就是說 我這邊掉下來 這邊掉下來 同時給力讓他旋轉 那我是不是可以從這邊 掉下來的距離 得到他損失了多少 就是損失了多少位能 或者是他用地性移力 對這個系統做轉動 可不可以這樣講 對不對 地性移力給他適合能量 適合力多少 是不是mg mg 如果掉下去 是不是mgh 就是他的位能 這位能是不是跑進去 這個系統裡面的 那這個系統裡面 是讓你看到 這邊是很多的葉片 很多葉片 葉片會對水做運動 水對水 在這邊橫的 這是葉片 這個 那水就是 這裡面裝水 這裡都裝水 裡面裝滿的水 裝水的夠 所以它是火面土 對它火面土 裝水幹嘛 裝水讓它被打 被東西打 被葉片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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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不是真的葉子 這是真的葉子 真正的葉子 他以為我都叫什麼 葉片 葉片啊 葉片不是葉子啊 怎麼會這樣 他這個 他這個地方 你們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他所謂的葉片 這個斜的這個 葉片 他乘90度 90度 所以 當他在跑的時候 他這個 這個帶動他旋轉 旋轉的時候 使這個葉片在水裡運動 所以水會被做工 他水會被這個葉片打到 所以他形成是一個摩擦力 你說 他就是盡量讓他多層 我剛剛問他做哪一個一個 這個細節我們就知道 它是這樣 一根棒子 我講的那裡面 他有一根棍子 一根棍子 一根棍子 四根 他有四層 這邊 這個 這一個 這一個白色 看到嗎 這白色就是他狠的一根 這邊有一個白色的 90度另外一根 他在90度 那四根 所以他旋轉的時候 他帶那個葉片 是讓這個棍子 葉片在裡面旋轉 他在旋轉過程中 他來觀察 我這裡面的液體的溫度和身高 就這樣觀察 所以他旋轉 所以他腳弄他 他有沒有身高 對 腳弄他讓我身高 所以他可以推換 推算 他可以很小 他可以身高 那個量他就是小 對啊 所以他算出來的結果是 一卡相差的就是4.186焦額 一卡 一卡等於4.186焦額 4.186焦額 4.186焦額是甚麼意思 焦額是怎麼會換來的 焦額是怎麼換來的 焦額是功率的 焦額不是功率的 焦額是功 焦額是怎麼來的 一焦額等於甚麼 一焦額等於一度的水 一公克的水 一公克的水 一卡 一卡是一公克的水 一度吸所需要的熱量 一卡 對不對 凱寧 那什麼是一焦額 一焦額就是 什麼是一焦額 一牛頓 一牛頓不是問題 一牛頓的什麼 一牛頓的力乘上 一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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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用一公尺 這東西擺在這邊 我施力 施了一牛頓的力 我推它推一公尺 我就做了一焦的能量 這樣懂嗎 這樣懂嗎 所以4.186焦額 簡單來講 你怎麼認為4.186焦 到底有多大 就是差不多 4.186焦額 我們具體來講 這是一公斤的物體 一公斤物體大概是 那個水是兩公斤 這兩公斤的物體呢 如果掉下去 掉到地板 這地板高如果是一公尺 請問我這個 D-197焦額 做幾焦額的能量 M7H M7H沒錯 所以M0多少 M2對不對 G假設10 就20 H假設1公尺 就做了20焦額 我這一瓶 兩公升的水 G1公尺 掉下去 我的D-197焦額 做了20焦額的能量 它應該很強 就像在4卡 像在4卡 4卡能量很高 4卡能 才4卡 很低 每天都不知道 再把幾百公升的水 砸在幾百公升 對 事實上你要想 我們所做的這個能量 我們每天吃 一個人正常 正常 像你們這麼年紀的 年輕人的話 一天需要做到卡的熱量 大概一千多焦 一千多大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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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六一千八至少 最少最少 最少 那你比較 營養狀況應該大概是2500 我記得 2500大卡 2500大卡 2500大卡就是2500再乘上一千卡 每一卡如果416加2 4186加2 你看 你正常吃的這麼多 你做的多少夠 老師你知道嗎 以前有一個 另外 我看有一個親戚 一個親戚 有一個親戚 他很趁韓中山 然後他的建議是 午餐 行動糧 午餐要有500卡 500卡 OK 差不多吧 如果只有午餐 行動糧 500卡差不多 因為一下午餐都很亮 沒有錯 但是實際上你要吃到500卡 蠻難臭的 這一包就很多了吧 這一包幾卡 可是像我不太吃巧克力 以後就很難受 你看這一包 大概有 我每天要做8億多的焦鵝 8億多的 焦鵝的能量對不對 那你想想看 我們這樣才 這樣子 20焦鵝 8億多是儲到20 那是多少 幾千萬 4千萬 也就是說 你每天要把你吃的東西 相當於要把這瓶水 拿到一公尺 要拿 4千萬次 好累喔 我可以讓我的手自己吃自己動嗎 你要想看 吃了這麼多 你要把這瓶水拿4千萬次才給消耗掉 去年 要不要可怕 好 過得難 開始 不可能 所以運動 所以運動 運動減肥事實上是比較難的 雖然減肥最有效還是要 控制一匹這樣 4千萬耶 可是每天才8萬多秒而已 還要拿一公尺耶 一公尺 一公尺 那一隻章魚 他是不是會有20馬克 20馬克 為什麼我可以那麼快 因為他 就是設定啊 內部都快 他可以 他可以 他可以實驗 飛機飛到港 這三顆 就已經覺得很小 好 這挺特別 好 我們來看一下物質變化 我們來看一下物質變化 物質變化我們知道商態嘛 簡單商態就是這樣 你的固態加熱 加熱會變什麼 固態加熱會變液態 液態加熱會變氣態 氣態在 有生化嗎 有生化嗎 有生化 回來就叫凝固 然後 反過來走 氣態如果降溫會變液化 液態如果降溫會凝固 好 那固態跟氣態之間會不會轉化 昇華跟凝固 我記得這叫做昇華 這叫做什麼 凝固 凝固 我叫凝固 那沒有關係 這只是一個概念 就是你知道說 他的商態性的變化是這樣子 那所有物體都會這樣子嗎 是的 所有物體都會這樣子 他只是說 變化的壓抑 跟變化的程度是不同的 所以有一圖叫三項圖 我幫你們看過沒有 我們先看一個三項圖 二兩畫上可以變異彩 二兩畫上可以變異彩 那是怎樣的變異彩 他在適當的壓力 特定的壓力就是這樣 簡單來講 我們的三項圖 我們畫個三項圖 大概是這樣 那三項圖 我們如果要解釋的話 等一下 這個是溫度 這是壓力 那這個點呢 是三項點 三項點 表示這個同時間呢 有存在三種物質 物質 一種物質 大概三個形態 物態 液態 氣態 都同時存在 那我們如果都這樣來看的話 假設這是一大氣壓 這是一大氣壓 那這一點為什麼 這一點為什麼 我們哪一條線是固態 表現是液態 OK 這是液態 這是液態 這是氣態 它是粉 氣態 或是沒有水 這是液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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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現問題 它是分區域 分區域 這一區是液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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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區是固態 OK T是溫度 所以你看 在一大氣壓之下 這一點 這一點的溫度是幾度 0度 水的話 那這一點呢 100度 100度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問題 好了 那我們現在爬山 爬山呢 壓力會變大變小 變小 對不對 爬山壓力變小 所以線應該在這邊 好 現在這邊你可以看到 所以為什麼水 比較容易沸騰 你看 我在這邊 我只要低於100度C的時候 可能在95度C的時候 我就從液態變氣態 原來不死 但是液態變還是煮不熟 對 液態變煮不熟 因為它需要比較高的溫度 所以它很常加壓 如果 大概才70多度水就夠了 對啊 手會直接省下去 OK 好 第一 我們要做 我們要做低 那叫做低溫沸騰 低溫沸騰其實蠻簡單的 你去拿個針筒 你可以加一下 加一下 不是 你把針筒 裝水 然後反過來拉開 你一抽開的時候 它馬上開始沸騰 因為它是低壓 非常低壓 你看喔 當我到非常低壓的時候 我看過 我看過 甚至可能在10度C就可以沸騰 後上有10度C 可以很低溫 好 那它有那個 有那個 偵控機 偵控機 對 抽一抽就沸騰 然後水就開始沸騰 甚至可以結冰喔 你這樣往下抽的話 你如果再低一點的話 它就可以直接結冰 氣態 它可以液態變固態 比如假設我的壓力 如果抽到這麼低的話 壓力低在這邊 我甚至可以從氣態 直接變固態 我可以直接放過去 所以這三項圖 你可以從三項圖看到 直接從冰 然後就直接 它直接從 對 直接從 從氣態變固態 對 低壓 低壓 夠低壓的話 它可以從氣壓 變 從固態 氣態變固態 然後它可以變過去 像我們如果說 在這邊的話 很容易被騰騰 到這邊的話 就容易凝固的意思 越低壓 越容易凝固 那我們來看一下 凝固這三項圖的變化 是怎麼回事呢 通常來講 它從固體變液體的時候 對不起 從固體變液體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 它本來的結構 所有的分子分子間 都是排列整齊的 開始變液態的時候 開始有些分子 自由移動 自由移動 這時候呢 所有的能量 它都會拿去讓它 打破那個分子跟分子間的引力 讓它自由移動 所以當你做的固體 沒有完全被打斷了 被打散之前 你提供的能量 都會拿來做打散的過程 這叫做相變化 這過程叫相變化 這過程叫相變化 你怎麼覺得 那這裡怎麼相對有差嗎 那沒有什麼差 那差別有差 理論上只有差 理論上只有差 你測量可能 對 你測量不到 那這過程叫做相變化 相變化是需要大量的能量 因為這過程都在讓它的 那個像態就改變 從物像變異像 再做相變化 這都需要大量能量 然後這要相變化 那這個物像跟氣像 是一樣的高 從物體到液體 從液體到氣 都是一樣高 所以有一個 最近有一種新的紡織 我以前有講過 幫我們進筆整 它這樣做 它在那個紡織格紋手套 以前格紋手套做很厚 很厚才格紋嘛 它在格紋手套裡面 包入一種圍招 圍腳腦裡面放蠟 蠟這個東西知道吧 蠟的缺遠 那很缺的 蠟很 inconvenienced 蠟很容易做相變化 對蠟在50度C 60度C左右就開始做相變化 所以當那個 手套去碰這個 分端撞的時候呢 你熱傳到手套裡面 它會讓圍腳腦裡面蠟開始融化 圍腳腦在融化的時候 它就開始吸入大量的熱 開始吸入 Grid 所以你在那個 過程當中 你的手就不會絕得那麼ý 所以那個手套你可以做 薄薄的 就不會那麼厚 你可以用下面幫我取代隔熱效果就可以達到好 現在事實上我們也有說飽滿衣也是一樣 你現在身上就是 紅外線的飽滿衣是怎樣 紅外線是不一樣 它那個材質容易吸收外線的能量 轉換成紅外線 那紅外線是你身體容易吸收的紅外線 所以你的溫度就容易提升 就容易保持在位置 這樣懂一種 那就不容易 那主要是材質 它剛好容易輻射出那個波長的紅外線 那如果它沒有說像變化的話 它對熱就直接沉到你手上 沒有錯 但是你要知道 所以它用的蠟一定是說 溫度很低就可以像變化 譬如50度C就可以像變化 那手承受50度C沒問題 好吃喔 對50度C還可以承受 那再高一點它就開始像變化 溫度就上不去 所以這是我們講熱的傳導 它有像變化的部分 另外一個就是 第一個熱傳導 我們剛剛講過的就是直接靠 兩個分子間的原子振動 振動的頻率會傳遞 這邊波動學也學過 另外一種傳遞方叫熱對流 熱對流知道意思嗎 人的細胞質的像變化 人的細胞質的像變化 細胞質有一定是液體的嗎 一定有啊 因為都是液體啊 水啊 大量的都有70%左右的水分 所以它是一個混合物 它是一個混合物 對 各式各樣的那個氨基酸在裡面 不會跟水查來的像變化 應該是跟水比較接近沒有錯 對啊 它跟水比較接近 因為裡面大量是水嘛 所以真的要把人煮熟的話 還是要超微軟的嗎 不用 基本上蛋白質凝固的溫度 大概在70幾度就開始變化了 所以那天陳柏惟就做一個 叫做低溫通肥的牛排 他把牛排用塑膠袋裝起來 塑膠袋是那一種 我們就泡在70度的溫度 對啊 就泡70度的水裡面 泡50度 泡50度 那它泡70度泡 我們大概泡 泡大概半小時到一小時泡兩天 泡很久 然後泡完之後那個肉也是熟的啊 但是它比較軟 它不會那麼硬 它比較軟一點 一樣 就是還OK啦 它那個什麼 酥油法 還是什麼 我忘記 反正 我不是特殊的酥油法 酥油法 不是很軟 不是我不太清楚 我也沒看過啊 我沒看到一個正確的說明 是它講的 我發現說 那樣子的牛排 煎 拿去煎比較不容易失敗 它這樣做完之後再去煎一下 它是為了它產生一個口感跟上色 那但是 其實我是認為是 50度C的缺點 除了你後面烤的溫度有夠高 事實上還會有一個就是那個叫做 殺菌的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去買那個牛肉 通常來講 它如果沒有那個 環境沒有 環境沒有做得很好 它通常還會帶點細菌 對 那所以你 假設溫度太低 事實上沒有辦法殺菌的時候 甚至50度C會讓細菌開始半隻 所以 其實他那天 陳惠有跟我講說 他看到大概是50度C啦 可是我沒有建議用50度C做 70度C比較安全一點 是因為 像牛奶的低溫殺菌 就在70度C做殺菌 對 那70度C長時間它只有殺菌效果 對 好 那熱對流 沒有問題吧 熱對流應該跟熱 就是像那個溫度計一樣 它因為熱產生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個密度變化 密度變化 它使那個液體 等等開始流動 液體或氣體開始流動 這流動過程中 會加速熱的均衡 這是熱對流 是不是 A是表面肌 A是表面肌 A不是表面肌 A是什麼 我看一下 對 是 上面有寫在 A是什麼 A是 A是 A是表面肌 A比較 A就是表面肌 A在輻射中 A是表面肌 這不是輻射 這不是輻射 傳導中他有 他用A是潛面器 但這最留的A是 潛面器是指黑塑造的 對 這個輻射這邊講A是指整體的表面器 這個再查一下 然後那個 還是要回去要記得讀書 不讀書就會不知道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有問題就要問 我們第八章 又講完了 我們後面還有幾張 對 還很多 所以如果他半學期要講 所以速度也沒有辦法很慢 所以你們一定要 預讀 然後把自己過去一種地方 要找時間把它補回來 問回來 你的基礎越穩固 你的越容易學 現在因為確實是 有一點點比較複雜 OK 好吧 那我應該怎麼說呢 好 幫我關一下 謝謝